今教大家16树高压繁育方法 此方法可以适用于大部分果树 优点是不用再嫁接 结果早等优点 注意事项是环剥一周树皮后需把形成层刮干净 防止过早伤口愈合而不生根 环剥宽度在3厘米左右为好 容器内填充松软透气的营养土 用保湿性好的机制土最好 高压时间在60天左右为好 具体时间可以看生根情况而定 在这期间一定要注意保持土壤湿润 高压时间在伏天均可进行 最佳时间在阳历5月6月份 天气过热可以进行遮阴从而起到保湿的作用 生根后就可以减断移栽了 移栽后注意事项 栽后立即浇透水 减掉果实和树头 以保证树苗成活率 到这里就介绍完毕了 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可以评论区留言讨论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